欢迎大家回来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的第24讲 这一讲也是咱们整个商业插画里面最后一节课 之前主要讲了一些插画的起源 然后中西方的插画历史 插画的类型 插画的分类 包括后面一些基础知识 对吧 现在咱们就说一下之后画出来的一些插画 插画它能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插画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 之前介绍插画的类型里面也大概会提到一些插画里面的这些应用 咱们这节课会比较详细的会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插画它究竟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包括一些简单的报价 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 看看自己以后想往哪一方面发展都是可以的 现在第一种就是纸质印刷 它有一种叫招贴 咱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海报 比如说电影海报 音乐剧海报 还是公益海报 它有一些这样的展示功能 还有一些宣传功能的 这样的插画 比如说这个是之前的一个牌鸟嘲讽 有这个价格段 比如说一般都会在两到三千之间来画 究竟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不同的这样的公司合作 然后这个价格会波动比较大 一般的设计师或者插画师做这样的海报会在两到三千这样的价格 如果跟广告公司合作这样的招贴可能会五到六千可能会更高 第二就是绘本插画 绘本插画 它也是现在插画里面可能最多去尝试或者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或者是自己去绘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现 现在绘画绘本插画里面主要分成两种 一个是出版社自己有主题 然后找插画师来画 比如说他定一个这种小杨的主题 然后故事都已经定了 你来画 这样的价格就是比如说这一个页面是吧 两到三百或三百 三百到五百之间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这也是根据插画师的这个水平来定 但一般情况咱们说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 这样一页五百块钱左右 封面是八百到一千 这个出版社找你来画 画完以后这版权是归他们 基本就没有插画师什么事了 还有一种就是插画师他自己来画绘本 然后找这个出版社来进行出版 这样的话就是可控性比较大 一般情况如果出版社觉得你这个插画特别有亮点 然后或者是名家是吧 或者是你这个作品他很好销售 这样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出版 而且会有你的版税就是8% 你就是卖多少本他其中有你8%的这样的版税钱 比如说这本书是30块钱 然后你会有两块四这样的一个一本的收入 但是现在绘本他是五千本起印 所以说你上来就会有五千乘以这两块四这样的价格 所以说画绘本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趋势 而且卖得好的话还是会能够赚不少的钱 还有就是比较和插画师比较合作多的就是杂志 杂志社进行这样的一个根据他们的内容定 画相相适应的这样的插画 这个价格也一般会在一千左右这样的 还有就是笔记本封面 情况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 大家也会在很多这种诗集啊 艺术诗集啊 跳到诗集看到很多比较有创意的这样的空白本子 或者笔记本或者这样的缩描本子 他们在封面上会下比较大的文章 这种一般比如说本子这种出版商和你合作 像这样一个本子封面 比如说一般情况就是一千块钱 然后他们用五年左右或者是两年 这个期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还有就是书籍封面 一般情况是跟出版社谈 他不会给出这个作者太高的费用 一般也会是在一千到三千块钱之间浮动 但是也不会特别高 如果是一些比较好的 他会出到更高的价钱 但普通的话一般就是一千块钱左右 明信片比较大家比较常见 一般插画师他会自己找这个印厂来印 而且印的种类或者是去淘宝是吧 印上几百份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他如果用的话来销售的话 我这边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印十张是一小套 这一套大概就可以卖到三十到八十块钱之间 他主要是卖给自己的粉丝 就是真正的这些插画在商业场商业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应用 第一类就比如说可以说是日用品 他的这样的应用会比较广泛 比如说有很多的这样的包装 像这种小玩意儿是吧 还有这样的 里面可能放着很多的这种日用品 他都有这样的包装可能在销售上面会很好用 这样的在包装上面插画师一般会得到的费用会比较多 如果一般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收到三千到八千之间 会比之前做纸质的单纯的印刷可能会上来收的费用会高一些 包括这个酒包装这个都会是比较好的收益 这个在啤酒还是在这个洋酒瓶上 他都可以做这样的尝试 而且费用也会比较高 如果是高端红酒的话 你就会收他好几万块钱 给他画一张插画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烟上面的包装 这个咱们之前也有讲 之前在北京一个设计公司 他们做这样的烟的包装 大概就可以给你要到五百万的费用 所以说烟这个行业也是比较火热 但是他们不会轻易的找一个普通的设计插画师来做 一般都是找业内很知名的 因为他们做烟的不差钱嘛 还有就是月饼盒 这个也比较常见 它时效性比较大 而且比较活跃一些 要求主题也是需要比较团圆 接一些地契的 他们的费用也是有时候会在两千到五千之间 包括饮料 饮料的话 知名品牌一般都会找知名的插画师来画 就像农户山泉 他们又找的一个国外的很有名的一个插画师来画 一般国内还很少能接到这样的单子 如果接到的话 这个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应该也会在 在好几万或者十几万之间 包括茶叶的包装 我认为只要是包装 它都会定义在五千到一万 或者三千到八千这样的一个之间 就是万数以内 但是肯定不会说是几百块钱 包括离品的包装 这个可能会费用稍微低一点 因为他商业流通价值如果弱一些 如果找到比较好的商家 他的品牌比较好 也可以要的费用不错 包括手提袋 这个也是能够跟商家比较好的合作 像媒体里面 就是自媒体还是多媒体 还是其他一些媒体 他一些这样的应用 比如说角色设计 你就可以跟他说五千到一万 给你做一个这样的角色设计 不过H5 他就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这种插画类型 按一张 比如说一千到三千之间 然后来收费 也是H5插画是近些年特别火的一个热门 包括广告插画 他一般都会收到上万块钱 广告公司一般出手都比较大方一点 你可能做很多针来表现这个插画的这个动态 包括插画延展 第四类就插画延展 就是他们自己平常可以接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单子 比如说这种手机壳的应用 还有钥匙扣 还有卡贴 T恤这个应用也特别广泛 刚才说的这三个 有时候他会比较合作起来 可能会价格低廉一些 比如说五百块钱到一千块钱 他就可以应用 T恤上一般会价格会高一些 比如说两千到三千这样的价格 如果你跟他谈的这个厂价比较小的话 有可能五百到一千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也要靠自己去谈 但这个范围可以大概确定一下 比如说一千到三千之间 这个鞋的延展 鞋现在暂时做的还比较少 一般这样的鞋厂他也会跟比较知名的一些插画师进行合作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有钱 而且量产的话也会 如果你插画师比较知名的话 他的鞋也比较好卖 那包括这种书签 书签合作起来 一般都会是自己来用 自己来做 自己销售 如果一定要跟外面合作的话 费用也不会很高 比如说一百到五百之间 像这个玩偶 他会作为自己插画里面的一个衍生 还是很好的一个宣传和一个造势作用 把自己的插画里面的形象做成这种玩偶 大概如果你要跟外面合作的话 做成玩偶 你都可以要他上万或者是几万块钱这样的价格来跟他合作 所以说咱们之前现在讲的这些不同材质上面的插画应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然后来定 然后之后还有很多这些小东西 比如说印在笔上 笔的包装 还有灯 这种化妆品 这些都特别的多 所以说咱们在自己的画的过程中 要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方式 然后能够比较好的去达成这种商业合作 那咱们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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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